2008年 屈小霞光荣退休了 因受伤住进医院的她 看到了电视机里的一条新闻 让她再也无法平静下来 各方组织志愿的消息 在医院不静而走 还在病房里的屈小霞 她也悄悄做了一个决定 一个月之后 刚刚走出病房的她 义无反顾地加入了医疗志愿者的队伍 此后的十余年 她一诊的脚步再也没有停下 相后十五次伸入内蒙 甘肃 青海 西藏等地区 为当地百姓带去健康 忙了那么多年 退休了一般人都想着 可以过上一段清闲日子 您做出了另外的选择 其实忙了一辈子 突然一下停下来 自己真的是很不习惯 除了这个当时后来到汶川去议诊以外 剩下的我们就到老少边穷地区 像这个内蒙古 甘肃 宁夏 陕西 青海 西藏 云南 广西 这些地方我都去过了这些年 你会觉得你还可以发挥你自己的余热 是吧 剩下的能力去做力所能及的事 为这个社会多做一些奉献 您刚才说 包括西藏您也去过 是吧 我觉得您这个年纪一定会有高反的 能承受得了吗 有 但是我自己觉得吧 我还能坚持 是吧 反正在我印象里头 一次是我到红军长征路过的那个红园县 我就难受到了 闻不得任何的味儿吃不了什么的饭 总是一天就是想吐这样的 后来没有办法 就找遍了他们当地的这个小超市啊什么的 买了一瓶酱豆腐 完了每天就喝点白米粥 我们的学养饱和度 我自己测过 最低的时候是76 如果在城市的呼吸科里 76那就呼吸衰竭了 是不是 但是在高原上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 一动就喘 手指头都是青子的 但是能坚持 那时候去西藏那会儿您是哪一年啊 2011年第一次去西藏 但那次呢实际上给我留下了非常非常深的印象 我们从驻地到那个疫诊点 坐着车颠颠簸簸走了近三个小时 等到一下车眼前呀黑压压的一片 全都是等着北京医生那个藏族同胞 那次呢我们一块去了三个医生 只有我一个女的 那个妇女和孩子全都就围到我这儿了 那时候孩子吧都肚子疼 就把两个课桌拼起来给他们摸一摸肚子啊 大多数都是齐周痛 所以我们医生都知道 儿童这个齐周痛啊 绝大多数就是尝到寄生虫病 按照常规查一个大便就行了 多简单啊 我就跟他那个医务人员说 他说我们这儿什么都查不了 大便常规都查不了 但是可能这样的状况会让您觉得 这个一诊太有必要了 真的太有必要了 头一天我一个人就看了一百多病人 这第二天我们就接着去那儿 去那儿以后 因为这个消息在他们当地传的嘛 是吧 很多藏族同胞呢 都是骑着马从几十里上百里外 赶到这个地方来看病 天黑下来以后 一诊不得不结束了 可是那些藏族同胞 都在那儿舍不得离开 他们就默默地给我们让开了一条路 走出来的那个时候 我心里特别特别难过 我就觉得我是战场上的逃兵 真的不敢看他们的眼睛 他们那个眼神特别期盼 心里在想 我还要来米林 还要来强纳 我得让来前来就诊的这些藏族同胞 都能够满意地回去解除他们的病痛 后来是什么时候再去的 后来吧 2017年7月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议诊志愿者队伍 第二次走进西藏林志地区 也是他这个林志地区 结果从机场上一出来 哎呀就觉得 眼睛看到的一切都让你特别惊喜 这个吗 路边上都是那个居民小区 还有藏室小楼特别漂亮 过去的那个破旧的房屋全没有了 就西藏的准高速四通八达呀 那时候到一整点去 二十分钟就到了 就是录修好了 录修好了 而且我们住的也近了 原来没有地方住 就让我到这个娘浦乡 娘浦乡实际是工部江达县 比较贫困的地方 我去那的时候一下车 二十分钟下车 面前是一个二层小楼 它有一支专业的医务人员队伍 完了各种的检查 基本的心电图啊 B超啊 基本的化验啊 放射啊都可以做 你当时是不是有点意外 惊喜 很意外 太惊喜了 就更惦记着那个 我们枪纳箱是什么样了 后来那儿的志愿者呢 就给我从微信上 发一个照片过来 我一看 枪纳箱卫生院 也盖起二层小楼了 里面呢 他们也有了各种各样的 这个基本检查设施 也有了医职医务人员队伍 而且他们那儿实现了 城乡居民医保全覆盖 就是六年的时间 这么大的变化 就是咱们党精准扶贫政策 落实在那个地方 让你觉得心里特别地痛快 我一下子那时候 一想起来 我都要掉眼泪的那种心结 终于打开了 多年来 屈小霞医生坚持疫诊不错 也见证了疫诊活动 从最初的单纯送医送药 发展到举办健康学院 在当地专家教学 示范手术 对当地高发病 进行集中筛查 免费救治 志愿者与当地因病制贫家庭 建立一帮一对口支援 全面提升着 当地的医疗卫生水平 通过这样的疫诊 就留下一个不走的医疗队 我作为一个普通的志愿者医生 每到一个地方 我都要和那儿的医生 建立微信群的联系 随时帮助他们解决 临床上遇到的 和看病中遇到的问题 有的人他们说 你怎么太忙了 你比没退休的时候 怎么还这么忙 但是真的很快乐 每次出去一诊 都特别开心 然后这退休后的 这十一二年的时间 每年都去 家里不需要你照顾吗 说到这一点 我真的非常感谢我的家人 我的老母亲 今年已经99岁了 他平时很粘人 我退休十年 我没有到别的地方去旅游啊 什么的 因为你要走 我母亲怎么办 是吧 但是我每次我要告诉他 我说妈妈 我要出去疫诊了 他就说到哪儿去啊 到藏区啊 什么的疫诊 那你去吧 他这一点 是永远支持我工作的 包括我的儿子 儿媳妇也很理解我 您这个年纪应该有第三代了吧 有 我有个小孙女 多大 四岁多 那像您这样退休的 更多的时间应该是照看小孙女 所以我得感谢我先生啊 照看小孙女的任务 就交给我先生了 你会觉得有点小遗憾吗 有啊 其实要说起来 我也觉得挺对不起我的父母 我对他们的关心还是不够 我的父亲病重了以后 我才知道 我才去给他治疗 但我父亲去世了 现在已经去 父亲已经不在了 但是我也从此 我也能体会到 如果家里的病人 耽误了病情或什么 会多么难过 我还要去做这个疫症的工作 这是我应该做的事 你是希望更多的家庭 我们不要有你这种遗憾 对 不要有遗憾 最后想问问您 您觉得您身处的这个时代 给您带来了什么 我们是共和国的同龄人 我很感谢我的祖国培养了我 让我成为一个医生 能够用我这医疾之常 为患者来服务 我的余生呢 我要继续去追梦 尽早地实现咱们健康中国 尽快地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这样一个伟大的梦想 今天听完这个故事 我觉得屈老师 是个肯在病人身上 费精神头的这么一个大夫 一生行医 救人无数 到了这个年纪 一头就扎到这个 高反高发地带去了 我们也希望这种医术神 然后肯为病人费精神 而且又自己拥有精气神的屈老师 能够成为我们所有的 像我们今天的讲述者这样的 年轻医生的楷模典范 谢谢屈老师 也谢谢所有的医务工作者 我们说这个健康扶贫呀 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国家精准扶贫政策的一个重要内容 健康扶贫它的目标呢 就是要让这些老少边穷 落后地区的老百姓 能够看得起病 看得上病 看得好病 同时还要少得病 最终要解决因病治贫 因病反贫这样的一个问题 屈医生啊 他这个疫诊的这个过程当中 实际上他是亲眼见证了 国家精准扶贫政策 给这些地区带来的巨大变化 他付出了很多 牺牲了很多 但是他从中也获得了很多 谢谢屈医生 这样的好医生 其实今天特别特别的幸运 能够面对面那么近距离地 听这个屈医生讲他的故事啊 也是特别地感动 其实作为我们每一个医学生 当初选择这个职业的时候 其实我们内心 都是有这种情怀的 都是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 救死扶伤的好医生 想成为这么一个 你理想当中的 名副其实的一名好医生 其实需要走很长很长的路 也需要面对很多很多 自己以前想象不到的这种困难 付出很多 以前其实我们经常 有的时候会在这个时候会迷茫 就会问自己值不值 尤其是在 我还要不要做 我原来想象到那个医生 对 然后就是尤其面对 很多委屈的时候你知道吗 但是听了屈老师的故事之后 我更坚定了自己的这种信念 真的值得 你经过你的付出之后 你收获的是病人的尊敬 然后信任 那种幸福感 我觉得是医生来说 就是最大的幸福感 这是我用了好多年的一个扣诊锤 在现在科技如此发达 飞跃发展的这个现实里 我希望你 在掌握高新科技 这个医学的知识的同时 不要忘了 就是咱们基本功 谢谢 不要忘了我们护佑生命 救死扶伤的初心 谢谢乔老师 我们今天在这听到的是 70岁的医生的故事 实际上在她的故事当中 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颗 纯纯翠翠的医者人心 同时我们也看到了 我们祖国几十年来 医疗卫生领域巨大的变化 我们每个人的医生当中 都会需要医生的诱护 我们也希望在我们的身边 有更多的这样的诱护者 也希望我们每个人 都可以拥有我们健康美好的生活 再次感谢所有像区医生一样的 医疗工作者们 谢谢你们 谢谢